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今天下午發生了一件大事 根據台灣的手機零部檢廠所說 華為通知他們暫停功課 在這場中美科技戰當中 特朗普似乎又贏一仗 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的頻道剛好已經上到 14萬9千億有訂閱 還欠一千人上到15萬 預先多謝各位有長期的支持 今天下午 台灣的手機零部檢廠就說 已經在上星期收到通知 說華為因為聯發科晶片功課問題 暫停開發新案 有市場人士認為 如果手機晶片來源問題解決不了 在明年 華為恐怕可能要面臨 退出智能手機市場的危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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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聲大大便沒有貨賣 這次大劑了 原來華為在今年登上了全球智能手機龍頭的寶座 根據市場數據顯示 在今年的第二季 華為就以5580萬台的出貨量 以市場佔有率20% 搶下了全球市場的第一位 至於排第二緊隨其後 就是三星 出貨量是5420萬台的智能手機 市場佔有率19.5% 只差那麼多 輸了馬鼻 被華為搶倒了 那麼搶倒又如何呢? 這個龍頭的寶座 最後還是要在口裡 把肥豬肉拿出來 有屁用嗎? 對吧? 因為你手機裡面的靈魂 就是那個芯片 那個芯片也不是你製造的 只是裝陷的 真的 被你搶倒也沒用 人家三星就不一樣 人家不只是裝陷 人家的晶片是自己生產的 哈哈哈哈 好了 現在面對著美國的技術封鎖 其實華為已經搞盡老汁 來想一些應變計劃 做一些替代方案出來 好了 他們有三個計劃 其中一個計劃 就是採取一種迂回的採購策略 就是通過聯發科或者三星 來購買台積電的晶片 給它那些5G的智能手機使用 市場的消息指出 從6月份開始 華為就是擴大了聯發科的採購量 據聞就是 數量是過去的三倍 不過華為有張良計 美國一樣有過長梯 你想這樣去規避了美國的技術封鎖 是不行的 因為蓬佩奧上星期已經決定了 一次過把三十多家華為的子公司 列入了所謂的實體清單當中 其實完全對於華為造成了一個圍堵 這就很嚴重 因為華為下了很多單給聯發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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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聯發科 總共有三千萬套的手機晶片 已經被滯銷了 現在已經受到禁令影響 出不了貨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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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很嚴重 因為華為下單 他們又出不了貨 那怎麼辦呢 根據大陸的智能手機業內人士 微博名叫做 手機晶片達人爆料 就說聯發科 幫華為備貨的5G芯片 卻只能向OPPO VIVO和小米來求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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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就是 OPPO和VIVO 其實是步步高的子公司 小米是專門做低階的智能手機 是軟銷去印度的 這三間產品都很強大的 但他不是做高級的5G手機 那這些晶片對於這三間產品來說 有沒有作用呢 那我就不知道 希望他能夠出貨 要不然華為不知搞哪些貨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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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了這麼多的 積了在聯發科 沒用了 出不了貨了 這個真是很好笑 那現在聯發科 就要向其他那三間產品求助 至於華為又怎樣呢 現在買不到了 被美國這樣圍堵 原來他們又想了兩項的計劃出來 一項叫做南泥灣項目 真是厲害了 南泥灣其實就是抗日時期的 著名的運動 中共有一支軍隊 在延安的南泥灣 開展了大規模的生產活動 目的就是反擊日軍和國軍的封鎖圍堵 克服經濟困難 實現生產自給 所以這個南泥灣是有寓意的 當時華為以南泥灣的名義 啟動新項目 明顯是想在手機市場上 實踐所謂的自力更生 實踐南泥灣是搞哪科的呢 原來他們想著把手提電腦 智慧屏幕 智能家居產品 全能納入到南泥灣的項目 這些產品是可以完全 通過中國國內自行生產 而且可以完全規避到美國技術的影響 但問題又來了 雖然這些產品 事實上好像是高科技的產品 華為作為一家科技巨企 智能手機的生產龍頭 照計就可以觸類旁通 按道理就是這樣 問題就是 就算讓你成功研發這些產品 也好 手機和這些東西是完全不同的 本質上 手機已經成為了 人類文明世界裡的必需品 除了你說的非洲遊長部落 或者是巴西亞馬遜雨林的食人族 就不用手機而已 一般的市民 怎麼會不用手機呢 每人至少有一部 有些人有兩三部 好了 你說這些什麼 智能家居產品 就不是一定要的 農村的年輕人 要拿著手機來打遊戲機 課金 可能分分鐘那間屋 都是農村的爛鬼屋 那搞什麼 買什麼智能家居產品 什麼 就是手提電腦 這些東西始終是高階的 高消費的產品 需求一定是沒有手機那麼高的 那些不是必需品 所以就算華為這個南泥灣項目 可以成功研發頭產也好 都不代表這些產品是有需求有銷路的 更加是不可以預期 說這些產品好像目前的華為手機 可以軟銷到去非洲 印度 當地的人有沒有這些需求 什麼智慧屏幕 智能家居產品 是不是 好了 另一個計劃 華為搞什麼呢 就叫做塔山計劃 這場戰役發生在東北的下國共內戰時期 當年中共的東北野戰軍在遼審戰役當中 為了保障主力解放軍奪取錦州 於是在錦州的西南方塔山地區 對於增援錦州的國軍進行的一場防禦作戰 所以有一個寓意就是要防禦美國對中國所造成的打壓 好了 現在這個所謂的塔山計劃其實是搞什麼呢 原來華為就是想設立一條完全沒有美國技術的 45納米芯片的生產線 預計在年內就會建成 同時也是在探索 合作建立一條28納米的自主技術芯片生產線 你沒有聽錯是45納米 然後再探索建立的就是28納米 問題就是 現在在用美國技術的中芯國際 起碼可以做到14和12納米 台積電是在做5納米 研發3納米 你現在才說自主生產45納米 很大顆 哈哈哈 哈哈哈 芯片又不是越大顆就是越厲害 這些半導體的東西 是越小顆就越厲害 45納米 人家3納米 15倍大 哈哈哈 你的技術差了多少年了 12和14納米 和7納米都差了3到4年了 45納米有多少時間去追落後呢 所以 你究竟在研發到成功以前 華為還能撐不撐得到呢 這就是個問題了 當然 有偉大祖國在背後支持 沒有說不成事 只不過時間就真是衰事了 因為這些技術的東西 是行不行不行不行的 還要說製造出來的所謂量率是多少 如果你就算成功做到45納米的芯片也好 喂 若然你生產出來很多都是不行的 那個百分比是很低的 其實是沒有作用的 你不但有一個技術是可以投產 而且那個量率也是要夠高才行 更何況你還要追不知多少十年 所以到底 華為在這個智能手機市場 是不是要告一段落呢 暫時就沒有 因為他們還可以用存貨 在今年的秋季再推出一部旗艦手機 但是再之後的命運是怎樣呢 其實要看看美國的大選結果是怎樣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